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神神秘秘》的节目 大家好 我放了大家回来了 恭喜你 欢迎珠回来很久了 但我们过了一两个星期才继续录影 过了个多星期 我回来一个星期 这段时间 这个节目有很多人有问 有人在网上问我关于零数的问题 因为我必须再说一次 其实我之前那几集讲的零数字 只不过是将那样东西轻染醬油 给大家品尝一下 真正来说每一个数字 其实我经常说 如果你去研究数字 其实就好像哲学 它包括很多人生的课题 每一个数字如果你真的去研究 可能我讲几个小时都未讲得完 以我知 小猪上课 一个数字 起码讲三个小时 但讲完三个小时 我们还要继续回去做功课 搜集资料 所以你说一个小时 我们讲这么少的东西 其实真的很皮毛和表面的东西 可能如果不认识零数学的朋友 一听起来 便会觉得流于平面 它不只是解释一个人的性格 那么简单 它还包括我们人生的一些节奏 因为在Nemanology中 它相信九年是一个周期 或者九个月是一个周期 我们有些节奏 有些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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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牵涉到我们的阶段 几多岁几多岁阶段的一些课题 但Anyway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日后 或者你可以再找一些其他资料 或者上课去研究 这一集 我今次去旅行 我就很有机会去看书 以我所知 你好像很乖乖地看了那些书 是的 因为真的 今次的旅行 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休息 然后我真的有时间去看书 我看了一本书 就是这本书 就是这本蔡司书 令为名声 我看了若磨他的一半 一半 然后我今天特别想分享 因为我一直看 其中有一些 他讲到 梦 讲到灵魂 但是一直看到最后 其中我停了在这一章 就是讲睡觉 讲睡眠 我真的很想在节目中分享这件事 一直看 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回到第一个节目 就是要做这件事 其实在路途里面 你也有跟我说的 因为你一直看 我回来要讲睡觉 回来要讲睡觉 其实为了准备这一集 我也乖乖地看了这一节的书 是这一辑的书 怎样 怎样 其实说分段睡眠 听了很久 听了很久 也听了区医生说了很久 区医生很推广这件事 你说我有没有很实行 我就是很被动地实行那一段时间 一会儿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那段时间和现在的时间有很不同 你说得对 我也是听医生说的分段睡眠 和小吃多餐 他经常推广这两个东西 听了很久 我只是觉得 嘗嘗嘗嘗嘗 但知其言不知其所议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日夜很颠倒的人 我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其实这件事都是三个人 三个人经常会做的事 就是我会弄到自己很累很累很累 即是醒了就不睡 睡了就不醒 即是由尽登呼才爬上床睡觉的人 其实这个 所以看完这一段书之后 真的对我很大的觉醒 然后我就决定去留意我自己的信念 其实这些信念我们很多人都有 然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先说这些信念 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些模式 嗯 由小到大 无论书本或者老师 爹地妈咪跟你说 每一天最少有八个小时充足的睡眠 睡八个小时 那我就比较聪明 我不止八个小时可以 我也可以不止八个小时 但是呢 我们就已经设计了这件事 好了 那我们就令到自己的生活 一定要睡到这个量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够了 但是和中间呢 如果你睡硬觉好像不对 又可以睡 有一点 有一点 另外一件事 就是当你睡不够八个小时 因为你的信念已经设计了 那你就会告诉自己 自己不够睡 就是经常跟自己说 我不够睡 也是信念创造实相 你一定会弄到自己 你当然觉得累 觉得累 整天 差不多三百六十五天 大部分时间 如果大部分人不够睡 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是应该累的 而且就算他睡够 他也会觉得也是累的 而事实也真的是累的 是的 还有很多人就说 放假就睡飽了 但是呢 如果你留意的话 睡得多过八个小时 其实是更辛苦 比睡不够 对我来说 起码是 有很多朋友也是 譬如他放假 睡了十几个小时 睡了之后 起床就头昏昏 不舒服 外外继继 对 姑奶奶 头重重 还有如果有些长期不够睡人的人 他一放假睡得多 他的病就会出来了 嗯 这也是一个状况 可能是状况 可能是他的信念 好了 这里有一些概念 大家需要知道 好的 这个概念就是 你要明白 我们身体的结构 或者灵魂的结构 就是我们只是认知 我们清醒的人生 嗯 就是不认识我们 不清醒那段的人生 很多人以为一睡觉 就好像 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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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好像浪费时间 或者是 他不觉得 睡觉那段时间 我们身体都在做事 但事实上 在灵魂层面又不是这样 在灵魂层面 其实我们清醒的时候 是处理清醒的东西 嗯 也不清醒的时候 我们仍然在灵魂开工 也处理我们人生上的东西 但是呢 而在早一两节的章节里 甚至提到 很多人呢 太过入气 太过入气的意思是 太过以为清醒的人生 是真实的人生 我最近经常看一段说话 就是我们太过认同 这个外在物质世界 太过认同 太过认同这个物质世界 或者太过认同 我们的角色和身份 嗯 但其实呢 真正 如果我们的本我 真正我们的本我 或者我们经常说 一句说话 你不止是你 嗯 你认识的你 只不过是 你的其中一小解 绝对是 你认为这个人生 就是你的全部 只不过是在灵魂层面 你的灵魂的其中一小解 而只不过 我们的意识上面 以为 我们现在的意识就是全部 但其实在意识以外 还有很多 或者你认识 或者你很多个我 你其实有很多个我 嗯 或者我们再说一些 深一点的措施资料 就是在不同的片段看 你有很多不同的片段看 可能的实相 有很多可能的你 所以每一个你 我之前也有这样比例过 但我再说一次 其实你就好像是一朵菊花 你分散成不同的片段体 就好像每一个花瓣 而每一个片段看的你 或者每一个可能的你 就在每一个可能的实相里面 又或者是其他的次元 或者是其他的空间 或者是其他的空间 或者是不同的转世 可以是 不同的时空里面的你里面 其实它们每一个 都在这里有一个人生 而这个人生它都是扩展 它都是学习 它都是经历 它都是经历 而所有的养分 都会输送回到你的本体 这是Matrix 所以在灵魂层面 其实你睡觉的你 都是在托展的 其实就是回家 回家乡 回家乡 然后回家乡 才去充分 其实你大部分的人生 你很大部分的人生 是在梦里面处理的 嗯 在梦里面 我们叫做架构二 或者是架构二 在梦里面 其实是进入架构二 在架构二里面 去控制了很多东西 然后在架构一 去演出来 嗯 去想演出来 所以呢 譬如是 我一会也会说到的 就是 譬如是 你一件事很烦 嗯 你一段关系很烦 或者你一件事很烦 嗯 嗯 做什么呢 去睡觉 我以前呢 我很小时候很有趣 当我去到一些情绪 很高点 譬如说 我吵架吵得很疯 或者譬如表达 就是吵架也是表达 我试过以前很小时候 跟男朋友吵架 吵吵架 我睡着了 这样也行 但譬如现在大一点 我们会去处理 譬如说 有些问题处理不了 我就会不想 然后就说 好吧 等睡觉 我就真的会有意识地去讲完 接着我就去睡觉了 就算你有意识 或者没有意识 当然你有意识 在梦中输入就更加有效 但就算你没有意识也好 但原来你很大部分的东西 在梦中处理了 嗯 然后可能在梦中 你和一个人吵架 然后在真实世界上 你和一个人吵架 然后在梦中 你和他达成了和解 又或者有另一个出口 那睡觉就没事了 那睡觉就没事了 可能突然间他打电话来 或者突然间有一件事 你一定要打电话给他 又或者突然间 跳了一个 你们的旧朋友和事佬出来 你明白吗 所以有很多可能性 令到这段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有他的出路 因为你们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我们不要再教下去了 OK 所以你要明白 只不过睡醒觉 我们叫清醒状态和佛睡眠状态 只是我们两个状态 不是睡着觉就是收工 明白 是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从小到大的输入数量里面 就是太过习惯 把这24个小时明确地分割 即是只可 睡觉就睡觉时间 活动就活动时间 即是没有混乱 是的 睡觉就是佔了我们生活的三分之一 所以睡觉时间就在那里 那天休息的时间就很长 睡觉的时间就很长 但是呢 其实这个原来是在 身心灵或身心灵的层面里面 并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 嗯嗯嗯 我们应该懂得去分割这24个小时 OK 又或者如果你记得 我经常用个冰山来做图画 刚才一路说 其实我这个冰山 都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是的 我们每一晚都会沉到冰山的底 因为呢 你想说冰山 是不是想说前意识以下 还有其他意识在那里呢 这个我之前说了 但是我们每一晚都会沉到冰山的底 冰山的底 就是我们的无意识 和粗意识的状态 而也是我们内我的位置 也有些人说 那里就是我们的意识海 我们集体前意识那里相会 我们每一晚都和 我和你和其他人和 所有观众和世界所有的众生 都在意识里面相会 嗯 我们在那里呢 大家是完全没有分割的 在那里大家是处理了很多事情 嗯 然后呢 我们每一晚都沉到冰山的底 然后呢 而在里面的话呢 我们才是充电 是的 睡觉是充电 我们精神上充电 我们灵魂充电 身体上也充电 然后呢 我们就会回来 嗯 所以呢 如果你将一天呢 只是很明显地分割呢 你就会出现了一个 就是你充电 充电都不拿去用 嗯 或者是你的电 就是长期去到很尽 去到尽 才去充电 或者没有电 你都不会充电 又或者是 就是我们熬了几个小时才睡 没够睡 看完电视才睡 又或者做完其他东西睡 然后呢 我们其实呢 其实我们的身体 其实我多时 比如说下午 饭起工心 你都会觉得眼睡 然后呢 但是呢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的输入 和这种的信念 那我们就会觉得这样是 你刚才说得对了 是不对的 其实呢 在这个章节里面呢 其实他说到一个 一样东西呢 我都觉得是很 很认同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 其实为什么所有的动物呢 他都没有一个 很特别的睡觉时间 他就是一只熊猫 吃到饱 吃到累 就睡醒了 他就玩 他是没有很明确的 就夜 的分别 动物就是 累就去睡觉 这个就是因为 他顺应正常的 那个周围 睡醒呢 他就活动 嗯 但是只是人类才是不自然的 蔡司局里面说 只是人类才是不自然的 其实现在在我们生活里面 很多时候 我想大家都会经常面对 就是我眼睡 其实大家都很想 睡一会 但是偏偏我们的生活习惯 或者我们的工作程序 就不容许我们这样做 是的 所以我奉劝大家 真的 你真的眼睡 我以前也挺碎的 如果我吃完下午饭 饭起工心 我去厕所 睡假 你知道我挺容易入睡的 我可以在两秒之内入睡的 我真的不会和身体对抗 我就是在厕所里 坐在那里 我就欺負五至十分钟 我们叫回云教 还有我有一段 几长时间 是回轮班制的 嗯 即是回轮班制的 我们这些回云教 我经验告诉大家 是很重要的 你只是扯得五分钟十分钟 你未来的几个钟 都是靠你五分钟十分钟 一刻撑住的 这些回云教育都重要 即是不要硬撑住 如果你真的眼睡 如果你真的眼睡 比自己真的 十至十五分钟 躺在一个角落 找个地方 你真的睡 睡他五至十分钟 你不要以为你一睡 一定会睡半个钟才足够 不是的 真的令到你身体有这种的节奏 这种是很好的 但是我也有很多 我最近有一些很有趣的经验 就是如果当我太眼睡 我不会去睡 我就会头痛不舒服 但是当我很眼睡 很眼睡的时候 即是我有十分钟十五分钟 即是一刻 或者很简单 你坐巴士 我最喜欢坐巴士 我最疼坐地铁 因为地铁没得坐 我也是 我喜欢坐巴士 我最喜欢坐巴士 接着坐下 你就可以好好休息 十至十五分钟 那段时间其实真的是一个快叉 真的很重要 是啊 重要的 好了 我们再说一说 在医学上 因为医学上 你也有少少医学底 可能你会补充到给我 他说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身体会进行很多化学作用 它包括我们荷尔蒙 和肾上腺素的一些调整会出现 其实仔细 我想我们就未必可以说得很仔细 其实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跟我们日常活动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运作真的有少少不同 是的 譬如很简单 你日常有很多劳累 恶举人要练胀为例 很多人要练胀 很多人要练胀 以为吃很多蛋白质 就可以练胀 其实不是的 其实原来就是我们透过 我们平时的做运动 大力举重 于是乎 原来我们肌肉 有机会会有受损 这个受损过程在什么时候 通常我们日常要应付很多 我们的活动 我们就没有时间去修补身体 或者就算他有修补 他也会慢 但是到了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会集中去做修补 做防御的工作 所以 譬如那些健康 有足够的睡觉 我们的身体 修补我们肌肉细胞 在睡觉的时候就发觉原来他需要大力一点 于是他就会刺激身长 生成粗一点的肌肉纤维 那他就高得大脂了 咦? 那是不是 如果我不想这种东西生出来 那是 你不刺激他就可以了 就是 是的 换言之其实减肥的也是 就是 譬如很简单 你日常我们运动各样东西 那么你晚上也要给身体自己去调整 哦 OK 然后他说 还有我们在清醒状态 也会累积一些化学素的 而累积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开始迟钝 又或者你的焦点难集中 你熬过眼粉的人就会知道我说什么 绝对 当你身体的化学作用累积的时候 你的人的反应各方面 就是 小时候打通宵麻将 很少打通宵麻将 就是打过一两次之后 你真的要命 那就是 那就是 你开始会迟钝 那 我突然想起 我见过我朋友 拿着一只麻将 然后睡觉 要不需要那么辛苦 我猜 我突然想起 这只麻将就想起这个镜头 很好笑 嗯 但是 所以 适当的节奏 就是我们又睡觉 然后又清醒运作 又睡觉清醒运作 这个适当的节奏 是会保持我们长期 有些什么呢 就是第一件事 你不会容易痊愈 嗯 你的精神病 精神病 要多睡觉 睡多些短觉 是的 你睡得太多长觉 又会有影响 是的 即是你醒得太久 或者睡得太久 其实也是 然后呢 你的精神 或者是不稳定的时候 或者是那段时间 你很累 或者是你有些感情发生 或者是一些很极端的情绪 情绪出现的波动的时候 也是睡觉可以帮到你 然后呢 你长期让自己适当地间断去做这个动作 你的情绪是变得稳定的 嗯 你不会摆档得那么重要的 其实它里面呢 就是我看蔡司的资料 他就说到 就是当我们身体需要去累积某些状况 某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睡觉呢 就让它去清 是的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 就是垃圾 你不要等到它的垃圾桶爆 你才去倒垃圾 另一样东西呢 他就会挖它的好处呢 就是呢 如果你明白分断上的好处呢 他就会治疗很多失眠的问题 这里这里真的 真的真的 我觉得很感觉得到 嗯 有很多人失眠呢 就是他深深地相信他要睡8个小时 所以很怕跟不上这个节奏 还有他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多失眠的 就是他觉得 我譬如说 我12点就要睡觉 如果12点我睡不到睡觉呢 他就很有压力 我就会失眠 这些就是很大压力 他就很有压力 他就要逼自己去跟这个节奏 嗯 然后你这么有压力 你更加难在一个 很舒缓的状态 就是进入睡眠 嗯 但是呢 这个是对于失眠的人 一个天大的喜讯 还有另外一件事 失眠的人呢 就是呢 他会觉得睡着觉 对于失眠的人 就失眠的人 就没有意识了 嗯嗯 这个也是我很多时候 我不肯睡觉的原因 嗯 就是我会喜欢有活动 喜欢有关系 喜欢清醒 喜欢明白 喜欢知道 喜欢看着电视 这种感觉 睡着觉 那就没有了 那就没有了 就是你明白了 很没有了 那些东西都没有了 那些东西都没有了 那让自己很累 但是当我看完这一段书的时候 其实根本没有失眠的问题出现 你眼睡不就睡 你不眼睡 不就接受自己不眼睡 其实呢 很久之前我看过这些说话 是的 所以每当有时 就是正当要睡觉的时间 我未睡得睡觉的时候 我就会做我想做的事 譬如我会看书 我会看电视 我会上网 写上 写日记 什么都好 其实有时对于一些失眠的人 很怕那段时间是空了的 那你有什么想做的 那你有什么想做的 看了一件事很开心的 就是他说呢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晚上的空气 是充满着负离子 是负离子的 那天的空气和天空气不一样 而晚上的一些活动 其实有它的效能 我自己就是 晚上写东西 我是写得暢快很多的 晚上看书 或者我晚上播剧 晚上播剧 我又会焦点很多的 我晚上的注意力 基本上是比天空气好的 所以有时 如果你真的晚上醒了 你不要逼自己睡 你真的醒了 你就醒了 或者你一两个小时 去做一些活动 看看书 或者其他东西 是可以的 但我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夜晚 夜难人静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感觉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我的 我做的 我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做事是很容易的 而且你没有无谓的电话 没有卡卡的东西 没有无谓的寄人 叫你 你就真的可以很焦点 而且我们不是经常说 时间是我们的幻觉 在那里我就最感应到 因为你会发觉 做完一大量的东西 就是半个小时 你就觉得很好用 是的 很有感觉 你知道我经常都对着学生 或者是日后就是公司 有很多事情 又是对着员工 或者是对着事情 对着学生 只剩下夜晚的时间 我觉得是纯粹和自己在一起 这个也是我不舍得睡的原因 但是我刚才有想 如果晚上起床 在打掃家的时候 不会到隔壁 被吓到隔壁 在这里拖地 拖地就不会 不要吸塵 但是在里面 等一下可能我们 留在那里 像鬼上身 我是会的 你会的 我会晚上去收屋 是的 我会晚上去收屋 如果家 那时候自己住的时候 就是很方便 唯一就是我不要吵到隔壁 但是说真的 如果不是 怕吵到隔壁 鱗石 我是连转洞我都会做 有时我们要就回身边的人 我会晚上收拾办公室 我会常常都晚上做 收拾那张桌 最初只是可能放好笔 然后再收拾更多 然后再收拾更多 然后再收拾整个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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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里他说 如果这样间断去 他会治疗很多 新陳代謝的毛病 刚才基于这件事 因为他那本鎖石书 里面就不是写了很多 我特别去请教东东 你说了一段 你有没有说过 刚才那段 我们要够不够时间 够时间 够时间 其实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身体真的会做很多 修补修补修补修的工作 而这些修补工作 日间我们 其实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分工 譬如说 晚上我们的肝座会特别活跃 因为我们要做一些解毒的东西 所以刚才你提到 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去休息 就是说 等我们的垃圾未积到那么多的时候 我们就清掉它 那看到你的脂肪可以有效地运作吗 它里面就没有很仔细 我也不想断章取义 不过根据我们 现在西方有的知识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做了很多 我们叫做解毒的工作 我们的身体负荷也应该没有那么重 也说到一方面就是营养问题 譬如你说 我们晚上一段长时间睡觉 其实身体是一个 我们叫做 折食 快的状态 即是在一个没有营养高级的状态 其实有时我们常常说早餐那么重要 就是我们要给一些营养 我们的身体去 因为我们修补的时候 用了很多能量 好的 好我们休息一会 再继续这个题 一会见 好回到下半辑的神神秘秘这个节目 我们讲睡眠这件事 刚才我们讲到 有生疼代謝的毛病 嗯 还有呢 他的书讲得好 当你跟随着这种分断睡眠的习惑的时候 你就自然会少吃多餐 嗯 其实一般营养学上 我们都经常建议一般人 要少吃多餐 刚才你提到 晚上长期是一个断食的状态 但是他所说 所以半夜即使你醒了也好 你可以吃一点东西 然后再睡 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开始在我桌面或者床边 放一些 健康的食物 对 放一些饼 或者放一些 巧克力 或者一些小食 一些果仁 有点消失 绝对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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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以前一直覺得你炸蘋果汁是浪費了很多營養 你浪費了六成以上的營養酒 只有醬汁和糖分 所以現在我經常都是整個水果都弄壞你吃 所以我自己會做蟑螂的豆漿 黑芝麻加豆漿 很好味的做給我喝 譬如你吃菠蘿 菠蘿皮我未必會放下去 但整個菠蘿和青瓜 很好味的那些汁 但你晚上去榨汁嗎 它不用榨的 不過就會有少少吵 有時我會怎樣呢 我會整定一瓶 但不是新鮮榨的 沒有辦法 你又要吵人又要健康 你怎樣安排 我就會整定 立即弄完後 立即放進冰箱 蓋住它 如果你一兩個小時之內去喝 其實都比你吃的東西好 我會發覺在這些時候 例如豆漿可以放久一點 例如黑芝麻豆漿 你會發覺喝完之後 你除了你的零 黑芝麻豆漿 喝起來也挺好吃的 非常好吃的 是嗎 還有黑芝麻豆漿 裡面是加了我們自己看肝的腰果 所以最近生活得更加健康 你想想你睡醒之後 其實常常見我們睡醒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補充能量 補充營養 因為我們在身體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用了很多營養 你想想想多棒 然後你就會很精神地做你想做的事 任何時間都可以 好啊 你剛才跟她聊過Brenda 什麼Brenda 好啊 她說到小吃多餐也是跟隨著 令到你的身體遇上這個節奏 而且她甚至說 如果你是跟隨著這種生活方式 你會達至身心靈也很健康 怎樣是這個方式呢 就是她說她一開始說 就是兩次短的睡眠 怎樣都比一次長的睡眠 是 她一劈頭第一句就說這句話 那怎樣才叫做兩次短的睡眠 還有加上就是 你要在你的睡眠裡面作出暗示 那個暗示就是我這個睡眠之後 我就會回復的了 OK 這個絕對是 對 我就康復了 而且我現在真的 這半個月 我就是每一次睡覺 回家了 那個狀態就跟她說 回家了 我覺得我自己是精神狀態 而且睡眠入睡快了 還有補充性大了 OK 所以我們之前不是經常說 很多信念創造實相 對 很多我們怎樣種種子 我之前是經常覺得 我是應該不夠睡眠的 那我就應該是累的 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想今天大家看完一集之後 首先中一個種子就告訴我們 大家可以分段睡眠 令我們更加有效使用我們的時間 使用我們所有的靈魂上面 身體上面的東西之餘 我們又會變得更健康 他還有一些提議 他說你可以睡兩次三個小時的睡眠 他說已經很足夠了 兩次三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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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兩次三個小時 他說已經很足夠了 遠遠好過一次過睡十個小時 或者一次過睡八個小時 好像說超過六個小時就不太好 是嗎 因為你睡不久的時候 你的靈魂離開你的身體太久 你就會出現了呆滯 這個待會我們再說一下 或者你一次過睡五個小時 睡完五個小時之後 你就起床做事 或者你去到晚睡五個小時 去到十二點多 或者一點多鐘 你吃完下午飯之後 你離一個小睡 半個小時 或者二十分鐘 或者你可以一個小時的小睡 或者你睡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之後 加兩次小睡 總之你就每一次過睡八個小時 四個小時加兩次 小睡是大約多久 一個小時 跟隨你的身體 跟隨你的身體 可能開頭你的小睡都會長 但是你習慣了的話 你會訓練到你的身體 可能三十分鐘 一個小時 四十五分鐘都可以 他說如果我們城市人要上班的話 你就晚上睡 你睡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都可以 兩次三個小時都可以 那我有沒有說三個小時 中間隔多久 他其實沒有規定 你賽斯不是一個規定 別人做甚麼的人 然後他就說 你可以在日後繼續去活動 你下午睡一個下午 然後去到你全日的黃昏 你放工回到家 吃完晚飯之後 你再睡一個小睡 然後半夜四睡都可以 這是一個很好的節奏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我想大概半年左右 我就是被迫分段睡眠 為何要被迫分段睡眠 發生仔 不是生仔 那一段時間我上班 我早上有份工作 早上八晚五 晚上我要教書 然後要照顧仔 接下來我有些很重要的感覺 我教書 有時候教新書 我要做很多教材 很急 而且完全新的 於是我怎樣 我由早上起床 到下午 我一定會睡少覺 吃完下午就睡少覺 大概半個小時 然後放工 五點多鐘到七點多鐘 我要乘長途巴士去元朗教書 那一個小時 分完了 好像做人似的 這就是我那半年的經驗 到我教完書 十點鐘到回家 我不是每晚都要做的 但那一陣子 因為我寶寶很小 我便要暗暗去睡覺 那我九點多十點鐘 我便會陪寶寶睡覺 我亦都根皮力揭之下 同一齊睡覺 那我就差不多九點多十點 分到十二點多 我就起床 即我都睡到兩三個小時 然後我起床 我就繼續趕我的教材 那我就由十二點多 趕到四點 三四點 我就再睡 就睡到第二天 八點多鐘 難怪有一段時間 半夜都在網上 那一段時間 我的製造 是不止雙倍的 是的 還以為你是 好的 我便發覺做得很快 還有 我亦都曾經試過很趕工的時候 我就睡到兩點鐘起床 做到七點鐘 收工 上班 那段時間 我以為我很短時間 所以我熬到 但還可以的 原來不是 原來因應在思量分斷睡眠 那時候還未知 很健康 我不在意 原來我真的很有效 還有我那種睡醒的精神法 你便覺得 我們初初意識上好像覺得不夠睡 但當你真的醒來的時候 那種精神法 好像睡得很飽 有一個感覺 好處呢 我現在寫了幾個 半版 我待會會讀 我對我講 但我 另外一個我想說的話 原來 他講到一個人睡覺 他會講到在醫院的病人 這個我看完 很有感觸 是的 在醫院的病人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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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刻 我們很多人都要回到身體的時候 因為醫院的練習 它會令病人 真的睡一晚睡覺 譬如有時 夜晚黑 姑娘關燈 如果那個人真的長期睡不著 座師裏面的本書都講到 醫生是會給他藥吃的 確保他睡一會長睡覺 然後 很多時候 黎明時份 就是所有的靈魂 病人要回到身體那裏 而對病人來說 這是很關鍵的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一個重病的病人 你想想 你要回到一個病的身體裏面 是要多大的勇氣呢 每一天 所以很容易 在黎明時 都會有很多朋友 在選擇這個時候離開 而且他在我們修補身體的時候 因為他說靈魂離開我們身體太久 也都會有 在那裏面太開心了 是的 然後 是不是真的很多病人 在你清醒的時候走 我是沒有回夜班的 因為我只是朝九晚五夜工作 其實好像也是 有些醫護病人 有這個資料可以告訴我們 他說 還有他說 蔡司說 其實很多時候 藥物的使用 亦都令到 藥物就是令到你的自由意志 不能作出選擇 你不是 即是降低了我們的自由意志 也不是情願地選擇 回來還是不回來 或者是離開 所以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 很多人吃安眠藥的人 如果失眠的問題 搞定了 你就根本不用吃安眠藥 還有 如果有些朋友 例如很短時間之內 面對一些人生問題 可能他那段時間覺得很緊張 他很想睡一個好覺 但是我也想奉獻大家 如果短時間的話 也不需要吃藥 我們真的睡不到覺 睡不到覺 身體自然 我們的人 我們的身體這麼厲害 它會令到我們 需要時間足夠休息 當你放下了 要跟隨這個 一般人對睡眠的認知 的時間性之後 你就解決了這個生眠的問題 還有真的要改變我們的信念 還有信任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 真的會告訴你 什麼時候需要休息 什麼時候不用休息 剛才你不是說到暗示 我們睡覺之前 暗示我們會有一個很飽足的睡覺 而睡醒 我們會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不會經過一個 任何睡覺 我們都可以暗示自己 我們起床 我們就精力充沛 精力充沛 其實有時 關於暗示 我也有一點點想說 譬如有時 我們真的逼不得已 真的要捱 譬如剛好捱通宵 第二天還要上班 我以前有時 譬如通宵我做一些事 但第二天還要上班 或者我去玩 我第二天還要上班 其實我們都可以 跟自己做一些暗示 就是怎樣做暗示 就是我跟身體說 我知道我現在很需要休息 但是我今天會有一天的課 要上班 我想我很精神地上課 但是我跟自己做一個交易 即是說我答應自己 今晚我十點鐘 我一定準時睡覺 如果你這個交易 你的預約是好的話 我試過很多次盲事盲力 我玩完一晚通宵 翌日回到一天學 沒有人知道我 你令我想起 我很多時候很怕搭早機 我一搭早機 我就過一晚不睡了 因為我知道我無法起床 是否可以改一下這些暗示 我會怎樣呢 我會發覺就是 我通常會 之前那天 就會睡著 硬覺 我確保那天 我可以不睡 但是 我發覺很多時候 我搭早機 反而是那一天 因為我通常去到當地之後 就要工作了 就已經開始要上班 我怎樣呢 就是我那天沒有睡 然後我就會搭的士 車到香港機場 然後在的士可以睡幾個小時 那麽長時間 那麽長時間 沒有睡幾個小時 我想有 八九個字 對 七至八個字 沒有睡幾個小時 七至八個字 然後我就去辦登機手續 我便等上機 我等上機 我又可以睡一覺 十幾二十分鐘 因為我已經訓練到我身體 任何時候很快速地睡一覺 其實這些就是分段睡眠 沒錯 然後在飛機上 很多人在飛機上睡不到 但是我在飛機上 我又可以睡一覺 嗯 好 去到當地 接著去到當地機場 入市區 又睡一覺 嗯 去到那裏剛剛好開工 那便爽了 正常了 對 我就可以 我一開始都不明白 為何我每次搭相機 反而那一天 我都不可以堅持到一天 現在我當然明白 原來我這些一段一段一段 這樣睡 其實都是頗好的充電 挺好 是啊 我也很幸運 我任何時候要睡覺都可以睡覺 是啊 譬如我們 其實有時長途巴士 很多人會覺得 坐長途巴士很慘 很淒涼 但你願意讓自己 閉上眼睛 合一合 你說你是甚麼 好笑 我呢 有一次跟我朋友一起搭飛機 飛機還未起飛機 我竟然開始弱了 接著我朋友經常拍一拍我 你真的睡嗎 你真的睡得著嗎 睡得著 剛剛坐下了五分鐘 多吵都睡得著 對 接著我完全不知道起飛機 我經常完全不知道起飛機 睡到去 差不多叫廣播了 我朋友又拍一拍我 準備下飛機 你坐多久 三、四個小時 兩個小時左右 都是台灣 都是台灣 不夠兩個小時的飛機 大家其實不妨 都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分段睡眠 接著給我們一些反應 看看你有甚麼奇遇 是的 我覺得知道這件事 是一個大喜的訊息 好了 我還未說過分段睡眠的好處 我已經輸到抄襲 第一件事就是 你對你的我的認識會提高 因為你需要知道 我們會在睡眠的時間 跟所有你的我 去聯繫 你會對我的感覺提高 我覺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你真的要試過才明白我 還有你真的對蔡司的理念 有些認識才知道我說甚麼 你對你的我 有更加深的認識 OK 另外就是 對時間觀念 就不會再那麼死板 你不會在你每一天的節奏裏面 你的人是更穩定的 絕對是 就像剛才你聽我們說 也是 我們不再需要 那麼多的負擔 關於時間性這件事 但我們也會有 就算我以前要上班那段時間 我也是這樣運作的 其實你也可以 總之每個人一定有方法 去分析你的時間表出來 就是一定有些時間出來的 還有你的創造力會提升 這個也是 因為你要明白 創造力就是你的直覺 你的創造力 你的直覺 你的心靈力量 就是每一秒每一刻 在你的冰山下面湧上來的 嗯嗯嗯 然後如果你的精神狀態 是保持在一個很有效的活躍狀態的時候 你就會好好地收到 因為你跟下面的聯繫 是保持著聯繫的 你不會離開它太遠 譬如我們短時間 我們就快點回去 對 接著回來 我們拿回我們睡覺 那段時間 我們又可以繼續工作 那你會發覺 很容易 而且我剛才說過 你睡覺就處理了很多事情 在架構室內 其實那些事情剛剛處理完 你去到清醒狀態 然後就拿出來使用 而且不會隔得太久 對 不會隔得太久 OK 然後呢 還有很有趣 其實我們睡覺 我們每一晚睡覺 我們都出體 嗯 只不過我們意識不到 對 我們是離開我們的身體 去第二處做事 並不是在身體裏做事 嗯 但是呢 我們靈魂是不斷地檢查身體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有時睡半夜 其實知道你在你的房間裏 但你又醒了一會 你就會再回去睡 又或者有些聲音 或者突然之間有狗肺 那你又會突然回來一會 但你又會再回去 我會經常中間 會無意識地醒一醒 包括有時 可能我是檢查身邊的人 或者檢查我的寶寶 或者去洗手間 或者真的醒一醒 因為有時轉身我們都知道 那我都會 還有我有一個習慣 不好的習慣 就是我經常開著一部電視睡覺 然後呢 然後呢 不知為何自己會醒 再按一下 再繼續睡 那我經常會回來 檢查一檢查 原來我還未關電視 那我就會繼續睡 但是我只是手這樣 啪 手還拿著電視 就不放 就是這樣繼續睡 厲害 你真是 這樣吧 好 那麼 睡得太久 你的靈魂離開了身體大內 你的肌肉的彈性 都會變低 好 換言之 如果你分斷睡眠的話 那個彈性 就會維持得好 就會維持得好 那呂善喚 你明白我說什麼的 你會可以保持你的青春 好 還有在夢裏面 我們會去探險 還有夢裏面 我剛才也說過 你的意識繼續擴展 這些東西 都可以有效地 帶到你清醒的生活裏面 然後呢 你的注意力 你會長期在高峰裏面 你就明白我講什麼 我明白 尤其是我分斷上那段時間 做事呢 是很穩定的 你很享受的 你可以在的 好在還有很有效率地完成那些事情 如果呢 你強行讓你自己探險的話 你真的 有時是 不可能有效率 如果你真的 逼你自己的身體去探險的話 你又是在探險你的時間 但你又不是效率 你又不集中 當時我們很睏 當時我們很睏 然後隔眼在這裏 拖著拖著拖著 第一是容易做錯事 真的不集中 第二又不穩定 又做得慢 那為何不索性 就是好好的 一息一陣 尤其是有些朋友開車 真的 不要睏眼睡 眼睡的話 打死火燈 拍在一旁 撞它五分鐘 真是安全 還有香港那麼多路 隨時你都可以拍在一旁 是的 我又想起 有一天去泰國 有一次去泰國 是夜機去的 去到那時當地 差不多是晚上 差不多接近12點 接近1點 其實上到的士 對於那裏便是超級夜 那裏便是超級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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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便是回到市區 其實它有一大段的高路 我真的看著的士司機 他有30秒鐘 合上眼睛 我又不應該大叫 然後我就唯有 我大聲和我的同伴說話 他在笑 我說大家繼續笑 因為他合上眼睛 因為他不懂得聽廣東話 然後我覺得這個司機 他真的很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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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戴國人很早睡 是的 那次除非很晚的 如果不是9點10點 甚麼都關掉了 8點9點 是嗎 好的 你的養分和精力 是可以更加有效 和經濟地被利用 嗯 還有就是 你的腦化是會減低的 嗯 因為剛才我說了 我們講到M-Sci 講到荷夢這些東西 你不斷不這樣搶它的話 你就保持著在一種 好像流動的水 就像我們身體新陳代謝 出了一些廢物 我們可以在睡覺 休息那段時間 你會減低的 你的腦化就會減低 然後你的意識也具有彈性 你的反應力 你的思考力 你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為你的思想彈性 彈性大的時候 你就會容易 轉數快了 其實有時候你說 講到意識有彈性 我會覺得 因為我們跟我們的前意識 我們的無意識 我們的超意識 連繫一起變得多了 所以我們相對地 我們會有很多 這些直覺性的能力 就會變得多了 還有剛才東東也提過 我們睡覺時 有做很多修補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保持著 這一種分段上的話 你的消耗 有些東西是修補不了的 譬如你 就像電池一樣 你每一次差跌 可能差到九十多個巴仙 你當然有一些是修補不了 你長期累積 你就開始有出現毛病 老化這些狀態 你的耗損 你不斷減少 因為你不是長期 讓你自己搶了十多個小時 然後你的耗損也會減低 你的重生能力也會大 重生的意思是 因為我們沒有累積太多垃圾 那就容易清潔 我們便容易更快 好了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還有什麼小食 可以預備在晚上 是好的 其實剛才提到小食多餐 我也想有機會補充一下 我先說一遍 阿福東以前教了一件事 就是沙甸魚 不是 吞拿魚 鹽水浸沙拿魚 加粟米 他說很低卡路里 很低卡路里 你吃多少吃得很飽都不會肥 應該說你那罐粟米 和那罐吞拿魚 和那罐吞拿魚 其實也不夠你一件 餐冷脂那麼厲害 但你會吃得很飽 但其實我想補充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說 少吃多餐 很多人便會覺得 怎樣才知道 少吃多餐 總之你吃 就像我們分段睡眠一樣 你分食 你就補充一下能量 而不是叫你吃一個大餐 有時我們亦會說 例如臨睡前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但那些人經常說臨睡前不可以吃東西 我想告訴你 營養師我告訴你 臨睡前如果你覺得餓 其實你吃水果 喝杯奶 或者你吃麵包 喝杯果汁 其實絕對沒有問題 或者吃水果 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你想想 你餓著睡覺真的不好 是的 這個絕對是 但他的理念就是 你睡著覺 胃要休息 你要胃繼續活動是不好的 很多人便會說 吃完東西 就不要睡覺 看你睡什麼睡覺 因為如果你吃一個大餐 你睡大覺 你的深層袋就會變慢了 就消化不太 即使你的胃真的會長久一點 但如果我們吃完一頓飯 然後好好休息 我們說十五至二十分鐘的小睡 其實是好的 因為你留下所有精力去消化食物 到你醒來 其實你會比較舒服 不用你教我 我都會 有十五至二十分鐘休息 因為我自然會想睡覺 而且這一陣子在我的辦公室裡 我便會在電腦裡 有時候沒有什麼做 我便會打電腦 打到累的時候 我便會對著電腦 好 我睡覺了 我真的睡覺 趴在那裡睡 不 我就這樣坐在那裡睡 然後呢 然後真的五至十分鐘 我便會起床 以前我不會太明目張膽在辦公室裡睡 但現在我便會知道 我這個睡覺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感 所以你的午餐時間 是否可以在公司 全人工 全同事 延長十至二十分鐘 這樣便會給你一個小睡 其實沒有問題 我覺得如果員工肯 給他小睡的時間 如果他後面是更加有效的話 我覺得成本效益是絕對值得的 好 我們這一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回來 繼續其他的題目 拜拜 好